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局面 形成了上上个月的24号民进党九合一惨败当天 就曾提出要辞任行政院长的赖清德 11日上午终于是率领全体内阁总辞了 此前一个半月围绕着到底是真辞还是假辞 辞了谁来接的问题 岛内舆论一直喋喋不休 民进党内更是你放话来 我放话去带戏托鹏 没完没了剧台没报道 赖清德在告别发言时 称民进党选举遭逢大败 蔡英文辞党主席也难惜重怒 她身为行政机构负责人 难辞其咎 必须辞职已是负责 几句一个多月前就讲过的原话 好像是要勇于负责的样子 但也稍待着 又打了一次蔡英文的脸 如果不是舆论紧逼 蔡英文当然是打死也不希望赖清德走的 留下来继续给他当党舰牌多好 而且最要命的是 赖清德如果不走 蔡兰还能是貌合神尼的战友 赖这一走 直接就成了蔡英文党内第一大敌人下一步 被受深律嫉毒派推崇的务实态度工作者赖清德 是否会取代声望走低 跟谁做对比民调都说的蔡英文呢 大家都在等着看 据说辞职之后 赖清德已经打算好去美国 带一阵子外界猜测 他这是要去跟美国搞搞关系 以为来年挑战大卫果真如此 深的台湾心却被牵去了美国的蔡英文 得是多着急 赖辞了接任者也随之揭晓 是一个毫无意外 也毫无创意的结果 苏冲冲回国了 当年民调只差蔡英文1% 与大卫擦肩而过的苏贞昌 就像蔡英文躲不掉的宿命 就算内心一样个不愿意蔡英文 也只能请他来就场交接仪式 上蔡英文堆着笑 圣赞苏贞昌是有经验 有魄力 有执行力的三友之选 但其实蔡英文最担心的 也是这三九 因为经过两年多的折腾 他终于知道 自己除了傲娇和文青 其实啥都没有 苏冲冲资格了 且没有来清的那么多顾忌 可想而知上任后 苏冲冲一定是 我想做啥就做啥 我想说啥就说啥 以蔡英文如果再搞回廊谈话 对一线事物指手画脚 那我苏冲冲 没准就直接掀桌子 可是没功夫哄你这孩子蔡英文还说 找苏贞昌是因为他是输过的人 所以比任何人都知道民进党输在了哪里 也更知道要从哪里爬起来 但所有人也都知道 如果真在苏贞昌手里爬起来了 那到时候 也不会有你蔡英文什么事了 当然了 蔡英文不会不知道苏的个性 作风 以及可能的种种结果 但即便如此 他也只能按照报纸的预测牢牢 实时请苏贞昌上马 为什么因为这个节点上 民进党内实在没人可用啊 而随着岸青的团队总辞和苏贞昌的回顾 另一个很是违和的景象 便又马上线了出来 当院长的苏贞昌 刚刚在新北市长选举中 大叔侯友谊三十万超 当副院长的则是在高雄 惨败给卖菜狼的陈奇迈 选输了台中的林家龙 还要接掌交通部民进党 这些落选的要员们 竟然应了外界预判 纷纷从蔡英文手里 得到了比原来更高的职位 落选人领导胜选者的局面 也就此成行 随着赖青德的走和苏贞昌的来 天天被岛内某些绿色人物 吹上天的台湾民主 其本真面目毯露无遗